大家好,这里是北猫,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相信光看我频道内容的人大部分都是从国内通过VPN翻看出来的 那么这一类人群大理上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英语好的,读写听力都非常好的人群 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可以直接DTV上脚关闭了 因为后面讲的内容对你们的帮助不是很大 另一部分人群就是英语不是很好 读写啊听力啊都有一定的障碍的人 那么你可以接着看下去 因为今天主要的重点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VPN到外网之后呢 大部分都会去看一下YouTube啊,Facebook啊,Twitter啊 但是到后面呢发现基本看不懂也听不懂 发展到后面呢基本上都是靠西西歪挂字幕进行观看 最后我们看外国电影看字幕一样 但是这个步骤呢也挺繁琐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要怎么解决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谷歌扩展库里面下载一个插件 插件呢就叫游猴 你在搜索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好几种油猴的插件 但是呢我推荐你下载这款黑色的 因为目前它的兼容性呢是最高的 我们下载脚本的时候呢不至于出现不兼容 导致脚本无法行动的情况 我们先把它安装上去 因为我之前呢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不再次安装了 然后安装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再安装一个脚本 我们现在再打开YouTube我的英文视频刷示一下 你们发现它已经给你自动翻译成了中文了 然后呢现在呢我这边呢可能觉得它这些词题啊或者说它的样式啊 我觉得不太普通我的要求 我这边要心里修改一下 选这里 选下 那呢我一方选择默认 之后呢我们选择我们这两版 然后呢它的其他的选择呢我基本上都 我是不动 然后它的背景颜色我换成青色 好 这个就是我自己常规用的操作 然后它的播放速度呢我把它设置成两倍 当然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不用了我的一样啊 现在已经设置完成了我们再来 放心一下 你看对吧 再来看 它的播放速度一样是两倍没有变 然后它的选项呢 2%200 新色 没有错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切一下其他的视频 不管你切什么视频 切成其他任何的英文视频啊 它都会给你自动翻译成中文 非常的好用 但有些语言呢 它可能会翻译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 比如日语啊 太语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手工给它纠正一下就可以了 关于纠正这一类语言呢它以后呢就会自动消证 并且翻译成功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是使用米歌翻译作文内科的 基本上米歌上面有多少语言词负呢它最有多少种 只要视频能够加载信息外观之路 那么它都是可以翻译的 这一个YouTuber的翻译脚本链接呢 我就放到视频下方的信件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去安装一下 因为我的视频里面一个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